演兵必须像兵 先把你打到全北京军区 最苦的一个部队 基层部队 新兵应该经历的事情 最后包括有一些人 慢慢知道我们的身份了 新兵不应该经历的事情 我们也全都经历了 我觉得部队给我最好的东西 是什么吧 这么讲的 就是我觉得它把我 应该属于我的性别还给我 让我本身从小身体弱 我从小是在一个 安安静静的环境当中长大 从小说话的声音是偏细的 思维也是细腻的 就觉得是无力的 但是部队 你敢无力吗 它像一个拳头一样 不断地在抽打着你 它会把你的皮肤抽得粗糙 它会把你的嗓音变得浑厚 等等等等 那最后我就觉得 我非常感谢十年的部队